师父每日佛言佛语 控制心态 一个人的一生就如同你的身体一样 到处都会出问题 到处都需要调解 没有攀登不了的高峰 只有缺少信心的凡人 红尘滚滚不可贪 玉海沉沦不可得 虚幻颠倒梦一场 学佛罹患至如刚 思域是人的一种自怜自爱的产物 它只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可怜 心态要常保持正念 心态就是你心里对某个人或一件事情的态度 这个态度来自于你的六根 干净的六根 会有一个好的心态 污浊的六根 会使你在人间变得非常的苦恼 拥有一个坦荡清净 纯洁的心态 你的心态一定会变得光明磊落 拥有一个不争不贪的心态 你的心将会处之坦然